木架上堆滿洗衣巾 延長線等雜物 充滿灰塵的地板上還有幾桶煤油桶 這恐怖的景象是立委高家瑜 整整十年沒整理過的陽台 因為洗衣機壞掉 高家瑜才被迫進行大掃除 就是灰塵跟雜物 也覺得很不好意思 七點少到晚上十點多 不斷的就是一盆水一盆水的搬 然後刷洗地板 雜物把它丟掉 改善了非常的多 跟這個骯髒的情況 已經是完全不一樣 過去高家瑜房間內的衣服衫 跟泛黃大針頭撒壞不少人 這回再繡十年沒整理的陽台 但網友先嚇瘋狂喊 阿娘喂 我以為是鬼屋探險 根本大崩壞 這是廢墟吧 感覺像走進資源回修廠 怎能泰哥成這樣 而這恐怖的陽台 專家說更犯了風水大禁忌 陽台雜物太多 容易影響屋內主人思緒判斷 遇小人扯後腿 通風不良會影響錢財 工作受阻礙 而擺放的物品高過牆面 感情上恐怕容易看錯人 對比去年高家瑜剛好碰上 恐怖情人林秉書 人才兩失 似乎超巧合 東西都已經堆到 比這個陽台的高度還要高了 你的頭沒有辦法伸出來 所以你就會看錯人 或者是說感情 工作都有阻礙 你看他這樣堆著 是不是他後面的光線 他就不好 愛情都找不好的人 就是他都看錯人 高家瑜連夜將陽台雜物 通通丟棄 成年老灰成親了 但跟林秉書的官司未了 這筆感情債還沒逃回來 記者 張正銘 林秉璇 台北報導